主要呢 沒電 沒電 或是你剛剛有按那個嗎 錄影 好沒關係我們直接來 好大家好 現在呢我們就不管那麼多 周邊的一個測試直接用手機來搞定 今天要做的直播教學是這一支 RX0的一個裝法 這支的裝法非常的特殊 全世界只有我做這個板子 RX0 M2 這個板子多特殊呢 基本上都是手工去磨的 磨出一個板子來磨出個形狀來磨出個態度來 那磨著磨著呢 就磨出了市場的需要來 那磨出來之後呢各位看一下 它就是可以自翻螢幕的使用 可以自己翻 這個外面沒有外面的板子 沒辦法做到這樣子 那麼就可以自翻 也可以翻後面 那麼也可以在高腳的狀態下翻 高腳後面翻什麼翻呢 就是往下摺 往下摺 摺摺摺摺摺摺 那麼摺摺摺摺呢 你就可以在下面看到畫面 在這邊形容這樣子 這樣下面就可以看到畫面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 因為RX0本身擁有收音孔空 收音孔空這樣直接接線就非常的順 我們剛剛用非常非常的順利 也很OK 好 那麼手持也搞定了 那麼接下來想要學直播嗎 很簡單齁 在這邊扣一個J5卡 將HDMI線接到這裡來 再配合一隻手機就可以做直播了 那麼這個沒有太大的問題 還有RX0滿耗電的 還有RX0的錄影下去之後的對焦呢 你可以體驗一下齁 就是再來它的穩定 RX0拍完之後的穩定的畫面呢 必須經過手機的運算之後再輸出 那個畫面就OK的 那這裡OK了嗎 連不到 連不到沒有關係 接下來要講幾個重點 首先我們在M4S模式1按一下 它會丟一下齁 按一下會有一個燈亮 一個燈亮 會丟一下齁 為什麼它有多丟 你們看一下齁 欸幫它丟一下 好 丟一下齁 雖然沒有丟你老木那麼丟齁 但是也是爛爛幹的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弄呢 這一根跟馬達之間 你要上下不丟就只能這樣子用 這樣子用 這樣用 你不能斜斜的用 齁它會丟你齁 它會丟你齁 齁 那你不想被丟怎麼辦 有一個方式齁 上下不丟的方式按 1 2 3 叫做全鎖定模式 全鎖定模式 基本上它就不會丟你了 按三下模式 你想要做上下的時候 上下的時候 然後你要斜斜斜 你要給小斜斜的拿 你不想被丟呢 你只能用鎖定的模式 好我搖上來之後 好我開始要左攀右攀的齁 按一下 就進入了 不會丟的模式 我不太清楚 好啦 這是一個模式 防止丟的模式 好 另外一個按兩下 再講按一下不丟的模式 各位看 按一下 按一下是上下鎖定 那上下鎖定的時候 你會發現丟一下 因為它為了避免機身撞擊 如果不丟這裡會撞 它會撞 那會撞 所以它會擺過去 那我們通常是這樣在用 我們抓直的 Till Up Pan Till Down Pan 這一根要抓直的 那你如果說要做一樣的動作 譬如說 我游下往上 好 我Pan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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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下往上的時候 你會歪斜 會歪斜 丟一下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磁臥上的要注意的現象 你在手持磁臥上你要注意就是說 你要上下基本上 直的 不要斜的 好嗎 不要斜的 斜的會這樣丟一下 好 抓直 好上下 Till Up Till Down Till Up起來之後 那麼順便帶Pan 那個 你如果說是 這樣子 然後帶Pan的時候 就丟了一下 再看仔細喔 帶Pan 有沒有 看懂喔 就是這個意思 你要記得做這個動作 不可以用斜 Till 斜 Up 我們只能這樣子 下來 Pan 這樣還OK 但是 不要斜著拿上去 它會丟 好 最後注意這件事情 那我最正確的做法是 我低腳拍的時候 又要Pan 我會抓這根靶子直的 就不會發生那種 防止撞擊的一個狀態發生 好不好 這是第一種 就是一下模式 一下模式是左右跟隨 上下鎖定 OK 上下鎖定的時候 斜上鎖下會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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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請注意 做左攀右攀 抓得很很直直的 就不會有丟的意思了 按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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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連丟的機會都沒有了 它丟不了的 為什麼 它就是上 下 左 右 全跟隨在作業 所以它丟 丟不了 好 兩下模式就全跟隨了 按三下模式 一二三 好 我現在在拍這邊 好 boss要入鏡 大家好我是boss 我現在跟著 大家在直播 他也拍我 這是一種拍法 叫全鎖定的作業模式 再來 橫滑軌 你可以獲得一米半的滑軌 一米半的滑軌 從這邊 拍同一個方向 抓好 用腰去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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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麼拍 它都同一個方向 好 記得在滑軌的過程中 手不能出力器 要放輕鬆 這是三下 可以做 Tilt Up Cram Up Cram Down 再來 橫的 滑軌 滑軌 這個軸它始終保持一個方向 這叫做按三下模式 按三下模式 拍主體 讓自己入鏡 總共鎖定的這四大功能 交給大家 再來按四下模式 好看 一二三四 按四下 按四下呢 我們通常就是當作破水瓶使用了 破水瓶 破水瓶 那麼 另外我一個直拍的需求 好 我都直拍 直直拍不想切人 就這樣 就直幅拍攝 你要拍直的也可以這樣拍 好 直的拍 好 這樣拍不舒服 因為要兩肌手 好 看好喔 暗示一下直直拍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往上 好 找到你要的方向 大概這樣子 好 調好了 你可以用這樣 找你的角度 直幅的角度 好 調好 好 我就直拍了 好 教大家直拍你也可以這樣切 好 那你不想這樣切 你可以用手動的固定直拍 這個就是 直拍 橫拍的時候呢 我需要做的動作 好 那我也可以用這樣做Row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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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Row不要定點Row 定點Row 會亥亥 我的Row一定是 會帶動作Row進去 帶Dore in Row進去 帶Dore in Row進去 畫面才會漂亮 你如果是定點在那邊做Row 畫面會這樣燙燙的 不好看 好 按一下 回味 好 這個時候呢 歪掉了對不對 按兩下前面 它就龜正位了 龜正位呢 它現在是自拍模式 自拍模式呢 就是 箭頭 鍵盤在哪裡拍自己 千萬記得這個作業模式下 你千萬不要買到沒有360的 沒有360沒有辦法拍對面 只能拍自己 因為它會撞車嘛 它拍不了對面 好 這時候就形成了這樣一個拍攝 好 那我要拍對面很簡單喔 就折過去就好了 好 捲過去就好了 捲出你最大的鮮味 就是用 好 好 這個時候就OK了 那這裡會穿綁 這邊要注意怎麼解決呢 這邊要穿綁要怎麼注意解決 基本上 要想辦法退 這個是會穿綁的 所以這個要盡可能躲到遠一點的地方去 這會穿綁 那我會選擇把它 坐在這裡 或者把這個 坐在這裡 對 穿綁的機率就降低很多 待會也可以做一個東西在這邊 好 那麼 現在所看到的穿綁的風險是存在的 OK嗎 好 接下來GoPro拿來好嗎 GoPro GoPro版加版 GoPro加版 好 這樣子穿綁是有效減少的 好 那我再教大家一個方法 齁 這樣子抓的時候呢 如果說你允許這個是可以轉正的話 這樣子拍也是OK的 新生這樣子拍是嗎 好 這裡今天要教的是一個小眉角 因為 什麼原因呢 因為RX0的頭太重了 後面要黏一個90塊的配重黏在這邊 會很省電 不黏也沒關係 但是這樣會很省電 好不好 這是RX0 Mark II的一個大補貼 教大家直拍 直的拍 橫的拍的一些使用技巧 好 接下來我們要直直的拍 直直的拍很簡單喔 我們直接就把它調整成這個樣子 各位看喔 這邊 這邊 很多人 玩到 機器 機器 換了好幾代都還不知道還有這個功能 好來看喔 你只要這樣轉就可以了 然後這整支下來就好了 好 好 另外再教大家一個技巧 完完全全不用轉接板的 需要學嗎 不用轉接板 好 他笑得很開心喔 我也想學 不用轉接板 好 不用轉接板很簡單 很簡單喔 這個拿掉 轉接板 撤掉 這個我們最不喜歡膠啊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不喜歡膠嗎 我板子賣誰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子就 就不用買板子 哈哈哈哈 但是有缺點啊 它有什麼缺點啊 就是說 螢幕基本上只能自己看到 可是我們工作要拍人家 這樣用其實不太適合 所以呢 有一盒沒有兩盒 看他們要不太好 好 好 那麼這是一個用法 夾起來就可以了 那至於平衡我們看一下 平衡有一個技巧在 好 我先把它平衡弄掉 好 這邊轉鬆 往那邊推 推完之後 各位還有一個美角 你各位看一下 還是這裡重對不對 好 教大家 其實這裡還可以再調 往這邊推 推到最外面 推到最外面 就平衡多了 剛剛是這麼多 只要做了這幾個重點之後 就有效的讓力量調好 那麼調好之後 我們看力量夠還是不夠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樣子 好 再這樣子 力量都允許 這樣子 這樣 力量都允許 那麼形成一個不平衡的平衡 什麼叫不平衡的平衡呢 就是靠電力去支撐 讓它能夠平衡 就OK了 就是不平衡的平衡 好 這邊呢 準備一下播 再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好 各位 這裡是剛剛的GoPro的播法 利用了這個 M4S 三軸 的播法 現在要打算用 用什麼播呢 現在打算要用 好 現在用的是 這個播出 待會 待會馬上切到這裡來 CAM340 燈光 然後這裡是導播台 好 那麼這裡是收音麥克風 那麼這裡是一個 可以到處移動的直播支架 好 那麼準備再播第二段 真誠出去吧 接下來呢 要講的是GoPro 這GoPro的直播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它本身能播 記得你要記得一件事齁 每個客人在用GoPro播的時候 播回來會出現幾個線壓 嘴巴畫面對不起來 好 這個遇到的時候 就只要把HyperSmooth關掉 很多人這樣回來 回來說壞掉了 HyperSmooth穩定器要關掉 不然聲音會跑掉 不一樣 好 這邊出去嗎 這邊去的影響 這邊出去 好 這個播法很簡單 這個播法很簡單 這裡是GoPro的AW打 然後透過這麥克風 透過GoPro 好 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播放型態 或錄影的型態 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 螢幕完全可以看得見 聲音也完全可以收得到 好 讓各位看齁 風工博士馬上講解一下 我這一支是我個人在用的 很柔 調得很柔 因為我喜歡畫面是拍得很軟 我喜歡把畫面拍得很軟很舒服 你有沒有看到特別軟 好 再看喔 再看仔細 還沒有過去 還沒有過去 還沒有過來 還沒有回來 還沒有回來 按著不放 有明顯 好的 這個東西呢 這個畫面叫石墨石模式 BOSS把死區 在馬達上調整 死區呢 加大了一倍 跟隨速度 減了一倍 那麼就會形成很柔順的畫面 我在拍一些風景 或拍一些比較柔美的畫面的時候 慢音樂 抒情的東西 我都這樣拍 可是當我要拍舞蹈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你這樣按著不放 它就跟得很快 好 我再看 按兩下更明顯了 抒情模式 這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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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 比較快的 ROCK的 讓我將心而在下 跟著節奏 那你這個就沒有辦法 Smoose就沒有辦法 讓我將心而在下 第二拍他就跟不到了 所以拍歌要拍節奏拍得對的時候 按著這個模式就會一句一句的 跟著你的說法去做節奏 那抒情歌就沒有那個問題 抒情歌各位看一下 慢歌嘛 柔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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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在敲打我船 是誰在波動琴弦 兩種的用法用在不同的歌 不同的節奏 明顯的感受出這個瘋狗模式的重要性 就是這個瘋狗鈕 快速跟隨鈕 如果你會用呢 基本上就如魚得水了 好了 那麼講到這邊呢 聲音的頭呢 這個是全世界 唯一擁有 GoPro轉接板的一個聲音頭板子 只有它能夠完完整整把重量匹配好 把聲音控制弄好 又可以讓你接麥克風 如果無線麥克風要掛上去怎麼辦 這裡有一個熱靴可以讓你扣麥克風 這也是一個使用的一個方案 好 那麼我們呢 講到這邊 再跟大家提示一個重點 就是說 當在這個穩定器的使用上來講 加個廣角鏡 不過分的 不過分的 可以加的 不反對 那麼記得加呢 盡量挑那種不會浮掉的 委員者 好 大師你要提示什麼 我幫你講說 你那一次給我 好 那我們這次打一打好了 然後我用它 這樣才會同一邊 嗯 直接沒電了 好 這次沒有電了 我就拆下來改用手的模式 店裡頭在這邊抄呢 抄著抄著沒電是很正常的 基本上都完全沒有時間充 下班我們也不准人家充電 好 下班我們也是不准人家充電的 好 看好 整個操作模式 大致上就是 GoPro 轉接板 聲音頭 控制 錄音輪納 雞爪 雙手持 獲得圓滿的一個答案 再來這裡是Cam 340 加上了火光燈 加上了一支手機 加上了一支麥克風 形成了現在這樣的一個作業模式 那以上呢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大家多多指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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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